大家好,我是菲尼塔阿姨 今天的故事是《约西亚作对了》 存心结是在历代之下三十四章第二节 经上记者说 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今天的信息是 我能成为周围人的好榜样 你曾经遇到过 你的朋友试图让你去做 你知道是不对的事情吗? 要说不是容易的事吗? 约西亚身边环绕着很多做坏事的人 但她不断学习说不 并改变了整个国家 约西亚王跟她的父亲 亚门王及她的爷爷 马拿西王有着天壤之别 她的爷爷做了很多邪恶的事 她为偶像筑坛 让人民敬拜假神和天上的星星 她甚至将她其中的一个儿子 现为活祭给她的假神 马拿西王在上帝的圣殿中 雕刻偶像 祝坛敬拜他们 他也伤害了很多无辜的人 当马拿西在位做王时 上帝的律法书卷不见了 祭祀们原本应该每天 都向以色列民宣读律法书的 没了书卷 人们就无法认识上帝了 约西亚的父亲 亚门王 做了更过分的事 她的臣仆非常憎恨她 就在宫殿里杀了她 而百姓们则杀了这些臣仆 只有八岁的约西亚 就这样被百姓立为王了 约西亚王不像她的父亲和爷爷 她是很爱上帝的 她时刻努力地做正确的事 她在年幼时就立志忠心于主 当约西亚王二十岁时 她开始除去偶像和敬拜假神的祭坛 她把敬拜偶像的秋坛拆毁 并把雕刻的偶像打碎成灰 当她二十六岁时 她决定要洁净土地 及整修圣殿 她拆遣她真诚地助手沙帆 去见大祭祀希勒家 在沙帆启程之前 约西亚王给了她一些指示 你要告诉大祭祀希勒家 看守殿门的立位人 从以色列民那里收取的奉献 要收起来 告诉她这些钱 要用来整修圣殿 把钱给圣殿里的都工 由他们转交给工匠 及购买所需的材料 沙帆来到了圣殿 见到了希勒家 希勒家仔细地聆听 从约西亚王而来的指示 大祭祀希勒家 马上命令看守殿门的祭祀 去收集所有的奉献 圣殿整修的工程开始进行了 与此同时 希勒家有一个消息 要告诉约西亚王 他告诉沙帆说 我找到了上帝的律法书 你看 希勒家抱着一大卷律法书 开心地宣布 原来这卷书一直都在圣殿中 希勒家把律法书卷交给了沙帆 他读了其中的几段 并惊叹道说 王需要看到他 请你带给约西亚王 希勒家说道 沙帆也这样做了 下一集我们会一起看看 约西亚王收到这长长的律法书卷后 他会怎样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